最近有点上火了,今天就做一个凉拌苦瓜降降火 三根苦瓜刚好够一盘,把苦瓜洗净之后切掉两头,再从中间对半切开 用勺子把苦瓜的瓶去掉,因为这个瓶是最苦的,所以要尽量去的干净一点 再把苦瓜切成薄片 锅中放入足够的水烧开,加一勺盐,再加一勺油 加盐和油,可以使超过水的苦瓜不会变色,颜色依然翠绿 焯水的时间不宜过长,大概在一分钟左右 看一下,颜色依然是翠绿的 放在凉拌开中冰一下,这样可以使苦瓜的口感更加的好 接下来准备一些配料,半头大蒜剁成蒜末,一把小米辣,切成米椒圈 一把小葱切成葱末 苦瓜冰好之后,捞出泪干水分,放在盆中 然后把切好的配料也依次放在盆中 接下来炸一些花椒油,烧开之后浇在配料上 哇,好香啊 再加少许的白糖,一勺白醋,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好之后,装入盘中,美味继承 我来尝一下 这样做的凉拌苦瓜,已经把苦味降到最低 只有微微的一点苦感 口感能很脆,清淡不油腻 好吃又能降火,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做吧 在一个部分开放一段时间,热开